美國現在發生了一件大事 在全世界亂成一團的時候 中國的飛機在台灣那個地方挑釁美國的五人機 俄羅斯在東歐那個地方基本上好像擊落了兩架五人機了 我們的美國在幹嘛呢? 我們的白宮也發生了必須要封鎖的事件 原因是因為在白宮的蜥蜴的入口發現了骨科鹼 是誰帶進去的? 竟然沒有人知道 白宮內有這麼多攝影機但是卻沒有辦法抓到這個嫌犯 我們哪有餘力去在國際上做任何事情啊 不只是我們憎恨我們的政府就連左派也憎恨美國 獨立紀念日過後出現了大量的影片 燒國旗、採國旗 根據他們的說法是只要革命沒有其他選擇 新聞最後帶給大家一個獨家新聞 一個懷孕九個月的孕婦持槍擊退了搶劫他的歹徒 拯救了他全家的人還有他肚子裡的孩子 在這個荒謬的世代我們的勇氣要從哪裡來? 我們的正義要從哪裡來? 今天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你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賺的錢送給你恨你的公司 恨你的小孩、恨你的家庭、恨你的信仰、恨你的價值觀的公司 請賺你的錢來支持我們這個傳達正確價值觀的頻道 在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正在改變 年輕人正在對左派掌控的世界感到反感 現在就是我們要來帶領這些年輕人的時刻 告訴他們聖經的價值觀跟世界觀 神的大能、聖靈的感動、耶穌的慈愛 全部都寫在聖經的律法當中 請一起來支持我們AI News的事工 讓更多的人可以跟我們一起翻轉這個時代歸向耶穌 加入我們的會員之後 就可以參加到我們Discord的聊天室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這個樣子 現在還有個特殊的群組 會在我們的Discord聊天室裡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嗎? Homeschool的資料從哪裡來呢? 我們請到兩位母親 就是之前上節目的Sunny跟Lily 兩位Homeschool達人 一起幫助你跟你的孩子奪回教育權 一起翻轉這個時代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童文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必須說我一開始很沒有確定這個事件是可信的 這個事情的可信度 所以我一開始沒有很想要討論 我不想要跟左派一樣直接下定論 我可以說 哎呀!白宮有骨科鹼的粉末 肯定就是Hunter Biden啊對不對? 一開始的報導是在說 有白色不知道是什麼的粉末 在白宮的草皮上 所以說呢我不想要弄一個新聞 就是因為 這個新聞實在太扯了 然後現在確定了 那些就是骨科鹼 而且不是這個白色粉末在白宮的草皮上 因為那可能是就是某個流浪漢 吸毒吸嗨的丟到那個地方的 現在可以確定的就是 那些白色的粉末就是骨科鹼 而且不在白宮的草皮上 而是在白宮裡面 然後呢 發現的兩天前 Hunter Biden才剛去過白宮 是不是他呢? 這個實在是 拜登照道理說應該是要讓美國 Return to normalcy 回到正常 讓白宮再度的回到正直 一個正直的美國的家庭 來代替這個可惡的 邪惡的 仇恨的 這個 充滿仇恨的這個 川普家族 Well Here is from white house to crack house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他們新聞的標題 在白宮西藝內圖書館 發現了物體確實是骨科鹼 讓我們來聽一下 當下警方的無線電內容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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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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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瓶 指定 Cocaine Hydrochloride 在說 那個是鹽酸可卡因 是一個有機化合物 化學公式是C12H22Cino4 是牙醫常常用來局部麻醉的麻醉劑 並不是毒販常常用來吸食的骨科鹼毒物 COME ON COME ON 那個就是骨科鹼 而且是粉狀的 就是 吸毒的人直接拿來吸到鼻孔裡一條一條那個東西 所以這邊一切都被證實了 他們在白宮裡面找到了違禁品 那 最有可能的是什麼呢 既然我們知道Hunter Biden兩天前才去過白宮 然後他又有長期的這個吸毒紀錄 我們有一堆他的吸毒的照片 然後他又很不會保管他的東西 我們已經有他兩台電腦兩台筆電了 裡面全部都是他吸毒跟嫖妓的證據 所以 我們懷疑 應該是很合理的才對啊 對不對 就像如果我家發現 就是有被發現有骨科鹼的話 一定警察馬上包圍現場 把我按在地上 OK 上手銬我太太 然後呢 就算我女兒還不會說話 都吊起來審問 門口的話 就是DEA的車 FBI的車 全部都要把我這個人神之以法 現在全美的媒體的說法是 他們不知道是誰 根本就這個抓不到 OK 到底是誰把這個違禁品帶入白宮的 是白宮的觀光客嗎 是在West Wing的這個報道這些記者嗎 還是白宮的員工呢 照道理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查的一個答案 因為 白宮應該有非常多的監視器才對 還是說那些監視器的錄影帶 是屬於總統檔案法保護的機密文件呢 總之 FBI跟DEA現在沒有空管這個案子 因為他們正在努力的搞 川普把檔案放在Morra Lago的這個案子 所以 骨科檢在白宮裡面 Nah Who cares 根據報導 好 執法人員 星期三確認了 在白宮找到了骨科檢 但是 OK 這個毒品的來源 卻非常的難找到源頭 因為發現地點是白宮西域 一個非常多人走動的地方 少量的骨科檢 在Cubby Area 就是那個小的儲藏櫃 在門口專門拿來放那個電子物品的那個置物櫃吧 那裡有非常多的人可以過安檢 包括白宮的員工以及白宮的觀光客 那這裡還蠻合理的嘛對不對 因為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有跟我爸還有旅行社去過白宮 那個地方的確是有一個安檢的置物櫃 當時所有的相機錄影機 全部都要放在那個地方 因為避免你要你在白宮裡面亂拍照 畢竟這是一個國家的首都 現在的話白宮要求你把這個手機放在那個地方 也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非常蠢 OK 這邊是小盒子 請你把你身上的這個電子產品都放在裡面 OK 那我就把我的手機 還有我的骨科檢也放在裡面好了 吃完 然後報道上面說 基本上除了那個賢夷犯把骨科檢拿在手上 對著監視器揮手 不然誰也看不出來骨科檢是誰帶進白宮的 那 我們其實都知道我們永遠都不會找到那個嫌犯 因為如果那個嫌犯不是拜登家族的人 他應該早就被抓起來了 OK 白宮的secret service 幫拜登的兒子擦屁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Hunter拜登買槍的時候明明就是個隱君子 就算已經被定罪了 也沒事 只要做一些社區服務就好了 他買了槍之後呢 被他當時的女朋友 就是他死去的哥哥的前妻 丟到一個學校對面的商店的垃圾桶裡面 因為他們兩個吵架 然後他害怕吸毒之後的Hunter拜登會拿槍對他怎樣 secret service 還特別跑去Hunter拜登買槍的那個地方的那個商家 要Hunter拜登的購買紀錄 試圖要摧毀購買紀錄 我們知道他們這些secret service 要摧毀而不是要調查 是因為要這些購買紀錄的不是FBI 而是總統的secret service 那我認為有一點可以證明Hunter拜登不是那個骨科檢的主人 就是如果你認識吸食骨科檢的人的話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他們不會放棄任何一點骨科檢 他們根本就離不開 所以Hunter拜登把骨科檢放在那邊的話 要不然就是他戒毒成功了 不然就是... I don't know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白宮發言人 Karine Jean-Pierre 是怎麼樣回應的 對! 這是一個法治的政權 絕對不會跟上一個川普政權一樣放肆 放蕩 無視法律 然後就有一堆記者問了一系列的 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骨科檢的問題 然後就是這個天才繼續回應 可以給你更多詳細 on where the secret service found cocaine in West Wing and how it got so as you know this is under the preview of the secret service they are currently investigating what happened over the weekend so I would have to refer you to the secret service on all of this but one thing that I can share that I'll share a little bit more information as you know th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and their family were not here this weekend as you all reported on this the president said hey let's get to the bottom of what happened here well I mean I just said that we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secret service is going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as you all know the president follows all the reporting here Thanks Green just two quick follow-ups you said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riefed on the cocaine that was found at the white house is the white house conducting its own internal investigation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secret service they're the ones who handle this investigation so it lives in their purview in their world yeah Joe Biden 在記者會上面 也是笑著 就是不回答 man 你們怎麼那麼傻啊 只有什麼好調查 就是一包股科錢而已啊 why so serious okay 事實上就是 這個就是整個主流媒體的方向 以下是CNN針對白宮內出現骨科檢的報道 it was suspected the field test said cocaine yeah now these more conclusive lab tests yeah i would like to know blow by blow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too soon there is no too soon no one was injured as far as we know and it's an illicit drug at the white house why can't you actually have a bit of fun with this i don't believe ahahaha 很好玩對不對 對 我不得不承認 的確很好玩 很搞笑 但是同時也是違法的 整個媒體把這個當成一個玩笑 各位如果想想看 如果這個是出現在川普的白宮呢 如果今天骨科檢發現的是共和黨治理下的呢 是川普本人在吸食毒品嗎 還是他的兒子Don Jr.正在被毒品控制呢 這是一個國家領導人應該用的形象嗎 這對美國是一個極大的侮辱 這群無恥的假冒偽善的隱君子 濫用特權今天還把骨科檢帶進美國最高的行政機構 白宮不再解白 我們需要重新的把法制放到白宮內 王子與庶民同罪沒有特權 在美國人皆生而平等我們要公平的審判 但是如果是民主黨的話就是 欸 Why so serious 就是拉幾條而已嗎 有沒有怎樣 有沒有人受傷對不對 受壞者在哪裡 OK Chill out dude 以下是CBS針對毒品在白宮的報導 I'm hung up on the believe to be comment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find out Also they're kinda blaming it on the tourists On the tourists? The public area? Yes are people careless with their cocaine? I mean You know It's an expensive drug So many questions there So a lot of questions We are now We are not quite to the like Jimmy Carter level Where multiple officials In the White House are in trouble And one person resigned But And I don't wanna hear I don't wanna hear from You know President Biden or Trump I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One person in particular Who? That bill that used to sit on Capitol Hill For Schoolhouse Rock You put this in layman's term What happened? Because I'm a little confused He was already rolled up in the cartoon He was ready to go Alright 簡單的說就是 這個就是時代的混亂 OK? 如果你是個民主黨人的話 你就不需要遵守法律 但是如果你是個保守派的話 他們就用聖經的法律 聖經的律法 把你定時自駕 如果你是民主黨的人的話 你可以是一個男人 戴著假胸部 在白宮裡面晃來晃去 這個代表多元 代表自由 代表包容 或是如果你是歐巴馬的話 你可以邀請勞蛇歌手 Snoop Dog直接到白宮裡面吸大麻 給全世界看 這個表示開明 表示開放 表示說我們美國人是一個 享樂的民族 美國是一個享樂的地方 自由之地 也跟享樂之國 這裡是Snoop Dog公開的講 他就在白宮裡面吸大麻 歐巴馬 歐巴馬那時候競選的時候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他公開說吸毒都沒事 公開說自己吸大麻吸骨科鹼都沒事 但是如果各位還記得小布希競選的時候 被查到說他曾經有拿過酒駕 這個就變成了這個 他不該當總統的一個原因 他是一個沒有自律 不守規矩 沒有紀律的一個人 人品不OK 不可以當美國總統 還有如果大家還記得小布希當總統的時候 他女兒被拍到在大學裡面喝酒 然後全美國都瘋了 天啊他未成年耶 怎麼會有這樣的家族在我們的白宮 是美國最黑暗的時刻 領導我們國家的家族 是一群沒有紀律的酒鬼 這就是特權制度 那如果你是Hunter Biden的話 一個52歲的人 一事無成 沒有任何道德價值觀 然後心理生理都變態的一個吸毒犯 你就是一個完美的男孩 你爸爸為了你付出了一切 這並不是你的錯 你的人生的失敗反而是證明你父親是個完美的父親 最好的表彰 你代表了美國的自由 多元快樂 同情心 同理心 但是如果你是保守派的話 你就做什麼都是錯的OK 連你認為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都太保守 都不進步 都太死板 這個就是我們美國目前的社會 美國應該要怎麼樣面對毒品 法律應該要怎麼樣面對這些吸毒 傷害社會的人 讓我們來聽聽看 這個 Joe Biden是怎麼說的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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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寨廟,離開我的媽媽,你和我的媽媽。 所以我並不想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們必須被撤走。 What happened to that Biden? OK? 剛剛講的,我完全同意,百分之一百。 如果他是要選總統的話,我是支持的喔。 但是可惜的就是,他已經是總統了,但是他已經變得不同的一個人了。 那個是以前民主黨的樣子,歐巴馬之前民主黨的樣子。 有沒有聽起來,比現在的共和黨還要共和黨,比現在的保守派還要保守派? 這個人,Joe Biden,為了權力出賣了法治,出賣了靈魂,跟美國的人民。 撒旦最會利用的就是人對於權力的渴望。 美國是一個守護天賦人權的國家,是一個為了天賦人權打仗的一個國家,是一個法治的共和國。 美國帶給這個世界自由的道路,以及現在民主的制度。 敵人最憎恨的就是美國,因為美國證明了一件事,就是用聖經的制度是有用的。 人民擁有自由,帶來的會是財富、市場,還有歡樂、奉獻跟正義。 敵人知道,只要美國持續的保守憲法的制度,美國就會永遠的偉大,而且永遠的強大,而且會變得越來越強大。 唯一摧毀美國的方式,就是告訴美國人,他們是受害者,他們是懦弱的,他們活著沒有任何的意義。 他們是被壓迫的,他們需要的不是自由跟自由市場帶來的選擇權,而是需要一個類似Nanny State,保姆的一個政府。 督促他們睡覺,照顧美國人的生活起居,給我們吃飽喝足的三餐,然後從搖籃到粉墓的社會福利。 簡單的說就是,他們要一個監獄,而且目前他們很成功的佔領了美國主要的幾個大城市,以及黑人的社區。 我們就來看一下,敵人入侵美國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身分在美國ặt幣,紐約去洱克斯,有很多內地區。 了很多土産地區,很多美國的聲稱和災機,馬上火龍蝦響。 它是真的令人容易。 之後我們到這句點叫做Hudson,他們是名叫這個東西。 我想到處於華 farming。 然後有很多信用外地區。 像這個像。 我完全不讓理想,我的膈威嚇快樂蹈他們。 不太有趣,我不是甚至是不太性格 我认为这些美国的 flag震惊我 我看到几个 flag,然后我知道我会有好人 我只是说 一定的,但我们有这样做了,我认为了一年 当然还有一堆没有任何感恩的心的人在那边烧美国的国旗 所以我们来说 美国有没有任何要祝福 所以我再次重复 这些屁股 这些屁股不代表世界的人 就升了 美国有没有任何要祝福 美国有没有任何要祝福 我们要求 一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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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科普一下 现在国旗绝大多数都是Polyester 锯子纤维做的 也就是塑胶 所以说很难烧 只会融化 所以说你想烧国旗的话 很难做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这是任何一面其他的旗帜的话 这就是一个仇恨犯罪了 甚至不用是国旗 但是 他们如果在烧的是美国国旗的话 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没有被冒犯到 我也认为说 就是 他们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 我不应该被抓起来审判或怎样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仇恨犯罪 说真的 我只觉得 这样的人很白痴 OK I just think you're stupid 如果 美国真的是一个 彻底种族歧视 无可拒央的一个地方 这么压迫的地方 这么仇恨 这么糟糕的地方 Please leave 请你走 OK Right 怎么样 很棒对不对 去一个你理想中的乌托邦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跑到海外去 或是跑到南边或北边的 任何一个这个边境的另外一边 中国好的话 请你回中国 台湾好的话 请你回台湾 但是 你不会 你就算去了之后 你还是会回来 因为 这群左派 只是一群 no ni no koru 只是希望 渴望被注意到的一群人而已 在这里那边说 你要革命 烧一面这个世界上 唯一代表自由的旗帜 试图要用你的 无知来推翻 我们的自由 试图要用你的 欲望 来夺取神 给我们的天赋人权 I dare you Do it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这就来到我们下一个新闻 每次讲到这类的新闻 我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这是太美丽了 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 只有在保守的州 可以看到这样子 正义 战胜邪恶的画面 她们在家里面 判断了 她们在家里面 判断了 她拖了在这场里的员 sto抖 她们的手法 有没有杂力 她拖了她先生 她拖了她 她找到了她的手法 这男生的手法在关系 她的手法 居养 quiere他 她拖了她的手法 但她的手法interviewer 也有依照 她拖了她拖壞了 她拖了她拖壞 她拖壞了她拖壞了 她拖壞了她拖壞了她拖壞 我們想要跟他玩 那是為什麼他跟他在那裡 我說剛剛這個影片太美麗 不是因為我支持暴力或是怎樣 而是因為剛剛那個影片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有憲法第二修正案最好的表彰 而且是為什麼持槍權是必要的 你是一個自由的人 你就是要帶著你的槍 沒有的話 你就是個奴隸 你就是一個受害者 一個丈夫拿著他的槍 衝出來保護他的老婆 跟他還沒有出生的孩子 最後這個老婆 這位太太 這位孕婦 拔出他的槍來保護他的丈夫 跟他肚子裡的孩子 這簡直就是一個 藍領階級的 這個Mr. and Mrs. Smith的這個版本 OK 我們如果要停止幫派火拼 我們如果要停止槍擊案 如果要赫止槍支暴力的話 剛剛那個影片就應該在美國所有的電視台上面播放 但是在左派大政府控制下的美國 絕對不會播放這個樣子 人民可以保護自己的影片 政府要把我們都塑造成受害者 這個樣子我們才會需要政府 最好的例子就是 如果一個 No need no call 拿著槍去學校搞了個什麼 槍擊案大屠殺的話 主流媒體就會放頭版好幾個禮拜天天報道 每天都在那邊講 除非他是一個左派 BLM 的支持者 這個人的新聞大家有看到哪裡在播放嗎 他在獨立紀念日的時候持槍打死了五個人 打傷了兩個小孩 算是一個大屠殺了 但是他是左派的 OK BOM 的支持者 然後是個黑人 又自稱是個變性人 所以你就不會聽到任何的報道 因為跟政府的議程不吻合 跟這個懷孕九個月的媽媽 勇敢的拿著她的槍 戰勝了威脅她的生命 威脅她丈夫的生命 威脅她肚子裡孩子的生命的壞人一樣 不符合左派的議程 所以全美國鴉雀無聲 還有誰沒有出來發聲嗎 就是反槍制的組織 OK 像說 Mom Demand Action 一個說自己是為了女人 為了母親 還有為了孩子發聲的組織 一句話都沒有說 這個新聞是多麼女權的故事 一個懷孕九個月的媽媽 拿著槍不但保護了自己 還保護她肚子裡的孩子 OK 怎麼沒有人支持這樣子的媽媽 怎麼沒有女權組織出來頒獎給這個媽媽 為什麼拜登沒有到當地頒獎給這個媽媽 OK 那些Mom Demand Action 那些媽媽在那邊 Demanding action OK 要求行動 這個媽媽真的付出行動了 而且保護了她全家人 怎麼沒有一群人去 I don't know 燒target 打砸搶 在那邊說 女人打敗了 富權主義的強盜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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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當然不可能出現 因為 我們沒辦法 叫醒裝睡的人 我們沒辦法 把選擇 當受害者的人 變成鋼強 這些組織 這些反槍支的組織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很沒用 你很軟弱 你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個受害者 所以你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 擁有所有神給你的天父人權的人 這個政府來保護你 這個樣子 他們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控制你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不會播這樣的新聞 他們不想要讓你有這種 你可以保護你自己的想法 政府還有這些左派的經營 不想讓你知道就是 欸等一下 Ethan你的意思是在說 我可以去槍店買一把槍 然後了解如何使用 安全的使用槍支 然後去很好玩的槍支訓練 然後呢 我可以在警察跟政府都不在的情況下 我還可以保護我自己跟我心愛的家人嗎 那我好像應該去買一把槍齁 他們希望你遇到任何事情的唯一反應就是 啊天啊 我好需要政府喔 我什麼都不會 我什麼都不行 我只會坐在沙發上面滑手機 坐在馬桶上面看著低級黑小民的頻道 然後等著川普回白宮拯救我 你們自己扪心自問 在我把這個影片播放出來給你看之前 展示了一個持槍的歹徒 甚至兩個持槍歹徒 試圖要搶劫一位懷孕九個月的孕婦 你是否認為說 Well 那那個孕婦完蛋啦 而你是對的 這個事情發生在任何一個其他國家 你在任何其他國家的新聞的這個標題上面 你看到的都是 無恥歹徒 光天化日 行搶孕婦 甚至會有什麼可憐的孕婦 遭搶劫 一師兩命 這個樣子可怕的標題 但是在美國 只有在美國 他有能力抵抗 而且可以戰勝這個樣子的威脅 就是因為在美國他有持槍權 美國槍枝製造廠 我的製造業 COLT 最有名的標語 God made men COLT made them equal 神造人 科爾特 讓所有的人平等 槍枝是一個 Equalizer 平衡法則 或者是生冤人 生冤的方式 這個就是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根基 讓奉公守法的公民 跟那些違法的暴徒平等 以及制衡暴君的政府 壓迫人民 但是 讓這個事件有個美好的結局的 不只是這位孕婦的槍而已 還包括他老公的槍 你當下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 那個綠色車子裡面那個歹徒 他也有槍 他下車的時候看到那個孕婦拿了把槍 不只是這個樣子 看到他老公也拿了一把槍 然後他就說 那好吧 那我先走 我先測了 好了 這就是為什麼 加州 芝加哥 紐約 這些大城市 這些大的州 這些州的槍支管理法 就算有這麼多 就算你 OK跟我要有這個槍 OK 你的州還是我們的州 還是限制我們的這個彈夾裡面 可以裝多少子彈 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這位孕婦還有他老公 很幸運 他們都有持槍 但是他的包包裡面 可以裝的槍 可能就只有這麼多 OK 能裝的子彈就只有這麼多 如果當下 只有他一個人的話 他可能需要他包包裡的每一發子彈來擊退歹徒 如果他的槍可以裝17 18發子彈 但是某個 No need no call 的政治人物 寫了一條法律說 不管怎麼樣 OK 你只能放10發子彈在這把槍裡面的話 這個樣子的法律 是在保護這位孕婦嗎 那個罪犯會聽政治人物在那邊胡扯 那個AR-15 他也只放10發子彈在裡面嗎 法律只管得了好的人 限制槍支只會讓你更難保護你自己跟你的家人 在這個例子中 就是讓這位孕婦更難保護他自己跟他肚子裡的孩子 這跟這些槍支管理法 這些發誓要做到的事情 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槍支管理法只會傷害到這個孕婦而已 今天這三條新聞我們可以看到 在美國 政治環境已經變成一個非常噁心的貴族制度了 在上掌權的人恨我們的國家 恨我們的國旗 恨我們每一個美國人 我們在他們的眼裡面 只是Social Security Number 拿來佈稅的 他們可以有特權 他們可以在我們的首都吸毒 把骨科檢放在首府 白宮也沒有事 我們的媒體笑著 看著這麼喪權辱國的事情 而且跟我們說 只是骨科檢而已嘛 有什麼大不了的 在他們透過公立學校訓練出來的士兵 恨美國 認為正直的人都是種族歧視 認為驕傲歧視代表他們 他們焚燒著我們的國旗 大喊著說要革命 而且他們想要奪取我們的槍支 讓我們永遠只能當一個受害者 這個樣子他們就可以肆無忌憚的 變成一個加害者 他們要把我們帶回埃及 他們要讓我們繼續當奴隸 聖經教我們服從政府到處都是 佛馬書十三章 彼得前書第二章 以佛所書第六章 哥羅西書第三章 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就算遇到不公義的政府 我們也要服從 一個不服從神的政府 神會親自的懲罰毀滅 在創世紀裡面的法老薩摩爾 對於王的警告 甚至最聰明的所羅門王都沒有服從 在生命紀裡面對於國王這些限制 面對不正義的政府 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最近得到了一個最好的答案 我最近開始跟周一方牧師一起吃飯 我非常感謝他願意花時間來帶我 他就直接跟我說 我知道你的弱點在哪裡 他知道我有靈修 有這個渴望 但是他告訴我說 他一聽我的禱告就知道 我沒有背經文 我有一堆名字分不清楚 然後搞不清楚 然後 他是對的 就跟我上個禮拜的影片說 搞不清楚那個 Nazeret 跟Nazerene 拿薩勒人 跟拿希爾人一樣 巴拿巴 巴拉巴 我有的時候禱告的時候 我也都會搞錯 牧師跟我說 我現在讀經的需求 是沒辦法滿足我現在在做的事情的 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仇敵的攻擊 不只是左派那些政客 他說 聖經就是我們的武器 詩篇裡面 全部都是我們可以抵抗邪靈的這些利件 神的話是我們的盾牌 魔鬼不會怕我 Ethan 可以把美國政府說得多詳細 魔鬼只會怕神的話 我們的政府也是這個樣子 美國政府的標語是 In God We Trust 但是如果我們的政府 根本不承認有神的話 那他們相信的是什麼神 所以今天請跟我一起 背這個經文 勉勵自己 如果遇到我的話 請考我一下 OK? 詩篇119章27-32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訓詞 我就默想你的奇妙 我因愁苦而流淚 求你照著你的話使我堅強 求你使我離開虛黃的路 施恩把你的律法賜給我 我檢選了信實的道路 我把你的點章擺在我的面前 我謹守你的法度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使我蒙羞 因為你使我的心舒暢 我就跑在你的介命的道路上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